抗疫稳经济 陆制造业减税降费 为抗击疫情加速制造业复苏 近日大陆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申 促进创造业稳增长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盘 而为了稳定制造业增加 今年将继续实施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减税降费措施 具体措施包括推动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和企业电信资费 全部放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等 香港经济受重创 每五个港人就有一个穷人 据港媒报道 最新贫穷情况报告显示 香港2019年贫穷人口创11年新高 达149万人 仅每五个港人就有一个穷人 据东方报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批评港府扶贫政策落后成效不彰 加上香港受新冠疫情影响 受访者坦言感到不乐观 预料贫穷情况更惨烈 促港府尽快创造职位 陆仅三成毕业生月薪于5000人币 今年破900万人谋值 近日垂直招聘平台发布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分析指出 有超过五成大学生认为毕业后第一份工作薪资可高于5000元人民币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仅21.21%应届毕业生薪资来到5000至8000元水准 超过8000元更是不到10% 显现市场与心理预期明显落差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 下转发布图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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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